我這邊有一些描述 實際上它跟index函數 其實兩者其實還蠻像的 一個就是說 一個是去抓一個 實際上的位置 這個位置的話一定是一個工作表名稱 加上儲存格 然後呢 但是中間一定要有雙一號 所以剛剛如果你忘了加雙一號 其實也蠻常忘記的 因為它奇怪這個函數 它不會自動幫你加雙一號 可是其他函數會幫忙加 你會發現那個像if 如果你忘了加它會自動幫你加 但是這個不會所以蠻常容易 做錯的地方 所以這邊把它做個醒目提示 那如果你要 為什麼要去 這個地方b 那它的欄位名稱不會自動增 所以會必須透過一個叫ch-ar的一個函數 ch-ar函數 然後再配合asci code 這兩個搭配起來就可以去抓到 我要的那一個英文字母 所以顧名思義啦 以後還是會遇到類似的狀況 我們再來看 然後再配合什麼一個roll 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那個實際上的位置 那底下有這個圖表給各位參考 OK 類似像這樣子 這個是interact的使用方式 那你會發現 基本上我們幾乎把那個比較重要的那些 函數都快要講完了 有沒有 所以裡面 像那個檢視與參照裡面 比較常用到的 這些 這些index indirect lookup match還沒用 不過match 如果你是用的話 我想你應該也會用 因為它很多地方是 跟那個v-look函數還蠻像的 然後offset roll roll的話是取得相對的位置 其他有些可能沒用到 不過也許之後有時間我們再來講 OK 好 那基本上其他也許沒講到的 你可以實際上做做看 但是其實函數還是有一些盲點的 就是很多其實還是做不出來的 做不出來怎麼辦 如果做不出來還是非得要v-ba 去實現 比較複雜的查詢 比如說像說你要去撈大量的資料 其實你不透過v-ba 配合資料庫的話 其實還是做不出來 他能做的還是只能小範圍把資料撈過來 那如果你要大範圍的話 恐怕還是非得要透過v-ba來做 那再來最後也許我們可以再改一下 一樣 把那個查詢介面 複製一個 改成什麼呢 改成叫查詢介面v-ba 那用v-ba來做怎麼做 其實這裡我們一樣 給一個查詢的編號 當我按一下查詢這個按鈕 它會自動抓到比如說005好了 按個查詢 自動幫我把什麼 005的資料帶過來 006查詢 把006的抓過來 OK 那你想說如果我今天 要怎麼樣可以寫一個類似像這樣的按鈕 然後呢當我怎麼樣 輸入一個編號按下查詢 自動幫我把查詢的結果給帶出來 OK 那所以基本上呢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第一個 可以 可以 喂喂喂 又沒電了 休息一下 揭出一下就是說 這個 這個v-ba的公式 跟之前最大的不一樣是 之前是在都在同一個工作表裡面 可是呢 現在這個部分的話呢 是跨了工作表 也就是說我今天要查詢的時候 我必須要怎麼樣 先切到這個工作表裡面 先切過去 就是按一下查詢 到lookup這個 這個工作表裡面呢 查什麼 查查看有沒有這個006 如果有006的話呢 那就把006的同一列的其他資料怎麼樣 同一列但是不同藍的資料 自動幫我帶到這個工作表裡面 然後填上 填到這邊來 填完之後呢 因為找 他不會重複 只會找到一個 那找完之後呢 才就跳離了 跳離之後呢 那這個時候當然要再切回到什麼 切回來我們原來的這個工作表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v-ba會需要跨不同的工作表 ok 如果你需要跨不同工作表的話 那就可以這樣做 沒有當掉 我以為這樣當掉 ok 那也就是說你必須要切到這個工作表 然後去找006 找到006之後呢 把它同一列 有沒有 同一列啊 有沒有找到同一列的其他資料 帶到這個工作表裡面 所以喔 特別就是你要學會什麼 又多學了一個 就是說 如何讓你的v-ba可以幫你切換到另外的工作表 那切的時候其實你要注意喔 他會用到一個物件 物件名稱叫 shits sh-e-e-e-t-s shits 跟sales sales要加s 因為是複數 瓜糊後面告訴他什麼 後面就是他的名稱 他名稱叫luga.slate的一個方法 那這個時候就切過來了 切過來之後的話呢 那我就for i等於 也許是第三列到第十列 做什麼呢 就是一個一個的去把他的a欄裡面的資料抓回來 跟什麼比呢 跟這個資料比比看 有沒有一樣的 如果有一樣的話 比如說第八列對不對 就把他其他列都抓過來 就離開回圈 就不用再找了 因為找到了 找完之後呢 再切回到原來的這個工作表 完成 OK 所以我剛剛的敘述 是程式的一個邏輯 那怎麼撰寫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這有些東西前面都寫過了 所以我就不重新再重頭寫了 那首先第一個 一樣就是插入一個模組 這個前面都講過 再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叫查詢好了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要查什麼 查range 就是這個c2裡面的資料 但是因為我可能會等一下會切到另外工作表 所以我先把它存在一個變數裡面 這個變數名稱我自己叫x好了 也就是把那個00先放在x裡面 那這個x裡面的話呢 先存起來囉 那存起來做什麼呢 因為我等一下會切過去嘛 那切過去之後呢 可能要抓那個位置不好抓 乾脆先存起來 那怎麼切過去啊 shits工作表 哪一個工作表名稱給它 後面加一個點slate 點slate的意思就是切過去了 切過去之後呢 我們這時候切過到這邊 對不對 再來做什麼呢 切過來之後呢 for i等於3到10 這個應該前面都寫過了 那做一個邏輯判斷 這個也前面講過 if什麼呢 它的這個 有沒有 a欄 哪一個a欄 第三列 a3 先抓a3 是不是等於x 不是對不對 換下一個 再來i會增加一個變4 那就a4 a4抓回來 比較一下 是不是跟那個006一樣 不是 那往下抓 抓到這個了 ok 到第八列對不對 第八列 match了 match之後要做什麼呢 就是把找到的 特別注意喔 找到的 因為我現在 游標是切在這個lookup 這個工作表 所以呢 後面的 記得喔 後面丟到前面嘛 對不對 那把後面的 因為後面的丟到前面 就是同一個 也就是006的其他的工作表 裡面就是 分別是b c d e 丟到 這個地方 你就同一列 同一列 對不對 裡面的b到e 丟到哪裡呢 可是問題是你丟過去的那個位置 他現在因為在這個工作表 可是我是要丟到另外的工作表啊 那我如果再切回去 那又位置就變了 所以乾脆怎麼樣 乾脆就是在另外這一邊的 因為另外那邊的c3到c6 這四個儲存 我要放 前面再加什麼 工作表名稱就可以了 OK 你就把這個後面的東西有沒有 丟到前面 你想說老師 為什麼這邊用sales 這邊用range 我前面講過了 如果你回圈裡面 會變動的 就用sales 如果你固定的 比如說像c3到c6 這個位置不會變動 那你就用range 因為range還是比較好理解 然後面會加一行 叫is is for 為什麼is is for 意思就是說 你找到了嘛 找到了還要再找嗎 不用找了 因為只有一個顆 就一筆而已啊 所以不用再找 is is for 如果你沒有is is for 這一行敘述的話 它會一直跑 一直跑 所以可能效率會比較差 但是你往下跑 還是找不到 只是多跑 多浪費時間而已 不過因為現在電腦速度都很快 你即便沒加 它感覺也感覺不出來 就差那個萬分之一秒 什麼感覺 沒什麼感覺 但是如果資料量多的時候 就會有感覺 資料少是沒感覺 OK 那最後的話呢 當然就是跳 就是一直跑 is is for 它會跳到哪邊 跳到for外面 外面的話 就是forness的外面 然後最後記得要怎麼樣 把它切回到原來的工作表 這個工作表 切回來 OK 完成了 所以我試一下 給各位看 比如說我選了一個 002好了 那我按下查詢 它會怎麼樣 先切過去 然後再把資料抓回來 有沒有 不過因為它的速度太快了 你會發現喔 你感覺好像有閃了一下對不對 實際上它有切啦 可是因為速度太快了 所以你根本沒感覺 它有切的動作 OK 切到什麼呢 切到lookout這邊 然後幫你查到002 自動幫你把資料帶過來 OK 然後也這樣選一下 也有改了 不過後來我這邊講完之後呢 之前幾期的同學 馬上就有反應了 什麼反應呢 說老師 這樣好像很奇怪 為什麼我選了一下 我還要再按呢 對啊 那可不可以不要這麼麻煩啊 好不好 可不可以不要按下去嗎 對 因為以前都有個按鈕啦 那你當然為了方便起見 不過有些好像有些程式 它會多要你按一下 它才會查詢 但你如果說大部分奇怪是 選完之後 就自動帶出來了 不要去再按這個動作 那如果說你想說 老師那我不要按 就可以得到的話 這個你可能要付出一點代價 就是說你又要多學一個 什麼東西呢 就是所謂的事件驅動 那什麼事件呢 剛剛是按下按鈕 驅動什麼呢 驅動那個VBA程式對不對 這個部分是按下的動作 那另外你必須要知道說 什麼